比賽現場 選手各個卯足全力展開攻勢 由南投高中和各界組成的 大笨牛夢想拔河隊 代表中華台北出戰 560公斤級男子組賽事 冠獎軍賽對上愛爾蘭 雖然不幸敗北獲得銀牌 但已經率先為中華台北 拿下好成績 緊接著景美女中和台市大 組成的540公斤級女子組 對上實力堅強的大陸隊 預賽時就讓中華台北吃過苦頭 景美女中幾次發動攻擊 但仍然不敵對手拿下銀牌 最後登場的是台北市立大學 學生組成的男子組600公斤級代表隊 這次強決賽中先後 擊敗比利時巴斯克自治區 為中華台北代表隊奪下第一個冠軍 中華台北拔河代表隊 在世界盃室內拔河錦標賽 第一天賽事中 總共拿下一金二銀成績亮眼 相信接下來的賽事 同樣能夠再添加機 記者李孟章黃靜章 荷蘭報導 東京都